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梁莉芝 我是一位香港的寫作者 閱讀陀的關係 令我拉近與世界的距離 2003年是沙士 跟現在的狀況有微妙的對照 沒工作的時候 因為父母要上班的關係 就放了去圖書館 那時候我真的 因為沒什麼機會有社交 所以就看了很多很多的書 閱讀其實就是 建構了我的世界觀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年輕人就是很多的經驗貴乏 但我覺得其實就是 在閱讀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吸收了 不同人所書寫的經驗 所以也保失了我 一些以前很多時候 未必很認知的缺口 閱讀好像在這個年代 就很不合時宜 就是我們現在的當下 有很多更加快 更加漂亮 更加好看的媒體 在這個年代 閱讀到我們來說 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那種 遲緩滯後 最後成為一種超前 其實就是閱讀 它的獨特之處 我們現在看 我們都是追求很快 但是我覺得閱讀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慢 它的緩慢 反而令我們會願意思考 其實這就是人怎樣去生成同理心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怎樣去理解一個人 我們不是很快看完一些東西 我們就判斷 給一個評判就是 這個人是一個怎樣的人 或者這件事其實是怎樣的 而是我們透過在閱讀的過程 或者透過在那個理解的過程 我們願意挑以耐心去理解這個人 理解這回事 中學的時候 發現自己好像唯一比較突出的地方 好像就是寫下自己喜歡寫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也很喜歡看一些流行 或者網絡小說 看多了就自然想學習去模仿 就開始寫一些連載的小說 那時候是第一次 可能你有自己的讀者 有一個很快的交流 然後就覺得 好像在這個大家追看你的作品的過程 我就找到自己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第二階段就是 創作轉向了寫一個比較文學的創作 我想那個對我很大的影響就是 其實因為以前沒有接觸過文學的閱讀 之後因為看了一些文藝雜誌 或者一些文藝小說或者書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創作過程裏 其實就是我發現原來寫作是很貼地 正正就是現在對我來說 可能創作就是我怎樣去處理我和世界的關係 就是 首先介紹我第一本的作品 就是《住在安全島上的人》 收錄了外遊高中時期的小說創作 其實當時很喜歡一些魔幻寫實 或者超現實的寫作手法 因為覺得用這種超現實的寫作手法 好像能夠逃避 就是由一個很荒謬的社會藝術去逃避 我想那個時候對我來說很關注的都是 到底我身為這個城市裏面 我怎樣去面對這些不同的議題呢 這個就會延伸到我第二本小說作品 就是這個2018年出版的《明媚如是》 如果說第一本小說 其實很多都是想像的東西 第二本小說就是很多我對於住的地區 就是深水埗這個地區的一些周邊的觀察 也多了去書寫我關注的議題就是 就是邊緣和微小這兩樣東西 就是我們怎樣去理解 生活在城市裏面的一些小人物 我們可能平時就是在我們的眼前路過 可能一煞那我們怎樣去了解這個人呢 我希望能夠切入他們的視覺 去觀察城市然後去寫下來 然後希望讀者閱讀的過程裏面 可以多些理解原來我們的世界 不是只有我們那些同溫層裏面的人 原來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複雜的族群 階級的性別的人 如果我真的想不到東西寫 然後我要做一件事去幫助自己 我會去散步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寫作 是很喜歡書寫人這件事 我也很喜歡觀察人 可能去茶餐廳偷聽別人聊天 或者可能我上街去觀察 坐車的時候見一對情侶 可能吵架 觀察他們一些細微的反應 那件事是最真實的 年輕人來說也是 有一個很好的活動 我也很喜歡 就是坐一輛你未坐過的車 你不知道它是甚麼目的地 我們做事可能太有目的性 太有功能性 我們覺得我們就是點對點 嘗試逛周邊的街區一個圈 然後看你獲得到甚麼 那裡的東西可能已經精彩到 夠你去寫一個作品 十倍喜悅千年廣場